欢迎来到BAC省 如果你是移民或者难民 当你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后 你可以从社区机场营生网络CAN 那里了解各种资讯 CAN位于国际进港区的入境大厅 能够以二十几种语言提供说明 你也可以上WelcomeBC的网站 以查找就业、住房、求学 以及其他方面的实用资讯 你不妨上WelcomeBC的网站 使用免费的咨询专家服务 如果需要翻译或口译人员 请查阅电话王业中 翻译与口译人员一栏 这类服务需要付费 抵达BAC省之后 有几件事需要马上办理 在住所附近找一家安置机构 向他们打听社区、就业、语言培训方面的讯息 WelcomeBC的网站上 列出了这些安置机构的名单 还说明了政府援助栏问 如何寻求帮助 温哥华机场的社区机场营生网络 都可以帮助你寻找安置服务机构 安置服务机构还可以帮助你寻找英语课程 WelcomeBC的网站上对这些有详细介绍 申请社会保险卡 即是SIM号 如果需要详细了解如何获得SIM卡 请上WelcomeBC的网站 观看名为社会保险号的视频 还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加入医疗保健计划 即是MSP 关于如何加入的详细说明 请观看名为医疗保健计划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抵达之后的三个月内 你都不会有MSP 因此这段时间 你需要购买私人医疗保险 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关于如何在BC省开立银行账户的详细说明 请观看名为银行业务基础知识的视频 如果你打算在BC省开车 你需要有BC省的银行执照 关于如何新领BC省银行执照 请观看名为银行执照的视频 你还需要找一个住处 并且为自己的住宅和财产购买保险 WelcomeBC的生活成本计算器 是一个实用的工具 对于你在BC省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地很有帮助 它会根据你选定的城市或城镇 显示生活开支的变化情况 你可以在WelcomeBC的网站上 找到生活成本计算器 如果你带着小孩来到BC省 你需要为小孩办理入学手组 你可以申请针对18岁以下子女的 加拿大儿童税务福利金 关于儿童税务福利金的详细说明 请上加拿大税务局的网站 或者请安置服务机构帮忙解决 而居加拿大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体验 不过你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例如学习英语 寻找新工作 寻找住处等 卑斯省的安置服务机构 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些难题 如果想就近寻找一家安置服务机构 请上WelcomeBC的网站 在卑斯省的新移民指南当中 可以找到这些中文信息 你可以上WelcomeBC的网站 浏览或者下载这些讯息 WelcomeBC网站上 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 或者可以为你提供更大的帮助 欢迎来到卑斯省